美國參議院就收緊槍管法案 擴大對購買槍械人士的背景審查 和加強打擊非法槍械買賣 經過連日辯論後 法案最終獲得54票支持 46票反對 當中包括5名倒戈的民主黨議員 未能達至通過法案的最低門檻60票 總統奧巴馬知道表決結果後 在白宮會見傳媒 批評投反對票的議員是基於政治考慮 又形容是華府可恥的一日 奧巴馬揚言不會放棄加強槍管 湯涅迪格州柳敦鎮 去年年底發生校園槍擊案 26名私生喪生 觸發全美關注槍械監管 要求收緊槍械買賣 但就受到全美槍會強烈反對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金營報導 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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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